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兰花 触花的一些办法 但是有花有反应 自己给兰花触花的时候 光也给了 血也空了 然后林甲肥也是给猪耳的 但是为什么他养的兰花 就是分花花芽 不长花蕾 不开花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在于你有一件事做得太勤快了 这件事就是给兰花分猪 很多花友在发现兰花长得非常多苗 长得比较多苗了之后 就会马上想着要给你的兰花进行分猪 如果兰花可能只长了三五猪 就马上来给它进行分猪 那么分猪出来的可能只剩一苗到两苗左右 那么像这样子的兰猪的话 其实它是很难开花的 因为如果分猪过去 那么肯定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长点 那么新的新长点就很容易长出非常多的兰苗 也就是新芽来 那么这些新芽长得过多 就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从而影响你的植株的一个生殖生长 造成植株的营养生长过望 生殖生长受阻 那么它就会很难长花芽 就算是能长花芽 可能只能够长一个左右 而且长势会特别的差 所以我们在兰兰花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分猪不能够过勤 除非你的兰花 长了已经长满一大盆了 然后我们才能够给它进行分猪 分猪的时候也一定不要分得过单 最好就是三五猪一虫 这样子的话呢 它才能够尽快的分化花芽 才能够长出花蕾 这是我们兰花产生花蕾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 如果你一盆兰花里面的这个兰猪的数量 这个苗数过少的话呢 它是特别容易不开花 不运累的 那么一般像这种春兰呢 至少要三秒以上 然后如果是会兰的话呢 大概要五秒以上 就像这种多苗粘体 它才容易运累开花 当然在保证不能够分猪过勤之外呢 大家还要给它适当补充链甲肥才行 因为链甲肥的话呢 是它开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 如果缺乏链甲元素的话呢 可能它的这个炉头呢 没有办法膨大 很难孕育出比较壮 比较多的这个花蕾出来 所以大家兰兰花就一定要注意了 不能够分猪过勤 如果你越勤快 它就越难开花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